Hello,我是你的食用博老刘 咱们这次视频呢是一个服饰类的购物分享 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买到的一些服饰鞋包配饰类的单品 很多单品呢也有在之前的搭配中小小的出现过那么一下 那我就按照上衣裤子外套鞋配饰这样的顺序跟你们说 这一件呢先跟你们说一件打底衫 因为上一期刚刚做了打底衫的测评 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要比我上一期测评的一些都更有设计感 主要是它的领口跟袖口都有一个荷叶边的设计 然后它整个呢是一个这种米白色的颜色 就是穿上是非常温柔气质小姐姐风的感觉 而且因为它这个领子是一个这种小高领的荷叶边的设计 就非常适合当内搭穿就可以露出来 就还蛮特别蛮心机的 而且它这个小领子就没有说特别高的那种 像我这种非常比较短脖的人 还是可以露出一件脖子来的 所以这件我真的还挺喜欢的 它的材质呢是什么羊毛浑纺复合纱 穿上身也是非常轻色的这种完全不扎 这个针织的纹路呢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竖条纹 然后它整个包身性也比较好 穿上之后我觉得是非常显瘦的 就算不当做内搭穿 就是单穿一件这个打底衫在外面的话 也不会觉得就很像内衣很尴尬的那种 也是可以外穿的一件 总之这个打底衫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就第一个给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再说一下我最近在H&M买到的一件 黑色的毛衣 这件毛衣哇塞 真的是我逛街的时候 进到H&M店里面一眼就看中的 它真的就是太合身 太是我的衣服了 黑色的单品总是感觉比较有质感的这种 这件毛衫呢 它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小扩板的版型 而且它比较有厚度 所以如果你要在那边套外套的话 就只能选择一些非常宽松的款式 然后它在里面也是比较宽松的 就可以套一些高脸衫什么之类的 就像我上一次搭配的那样 这件毛衣呢 主要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 再下一件呢 是一个优衣裤的卫衣 这个卫衣 我最早是看其他博主有分享过的 然后有一次我去逛优衣裤的时候 我就看见它 我觉得这个黄色好像正好是我没有的颜色 而且真的好显白 你们看 是不是很衬肤色 而且就是很青春活泼有活力穿上 它好像是在优衣裤的男装区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它也不是什么 每个什么设计师系列之类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款式的一个卫衣 料子也还挺好的 然后也是纯棉的这种 搭配什么运动裤啊 什么牛仔裤啊 白色的裤子 我觉得也特别好搭 就是穿上就整个感觉心情很好的一件单品 今年优衣裤的男装真的是可以 我后面还有好几件想跟你们分享 到今年最火的单品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马甲了吧 所以再跟你们分享一件 这个呢之前也有出现过 但是没有单独拿出来跟你们讲过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有点像蓝绿色的一个小马甲 然后它是一个短款的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不挑身高 不挑身材的 就小个景色也可以尝试 它这个侧面的口也蛮宽的 就是里面也特别好套 这个马甲前面是一个这种深微领的镜子 然后仔细看的话 可以发现它中间跟边上的颜色不太一样 就它边上的这一圈颜色要更深一点 就是看起来还蛮有层次感的 它摸着就是里面应该是有加羊毛的 这种有可能会起秋 但是穿到目前为止就还好了 整个做工啊 整个性啊都非常的好 就是这件穿上了之后 整个版型就有立立正正的 特别利索 也很好套一些其他的外套 就能感觉到它是一件好衣服 性价比还挺高的 最后一件上衣呢 是一个秋衣 它是内穿的这种 然后这个秋衣的做工也特别好 就是之前也有很多小朋友 想让我出一些关于什么秋衣秋裤的测评之类的 就是感觉有点来不及时间 正好我最近有收到一件这个特别合适的 就赶紧分享给你们 它面料呢是这种墨戴尔面料 真的上似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主要是内穿的嘛 所以这件的袖子会稍微短一点 就是穿上升的时候更利索一点 它最主要的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这个秋衣里面戴的内衣 而且它这个内衣的做工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真的是能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胸 就是不会说那种 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内衣 而且这个胸垫下面还有一圈松紧固定着 就是这个胸垫穿在你身上也不会乱跑 所以就从做工还有从质感上面来说 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它这个胸垫的这个胸形也挺能修饰的 就是整个穿上感觉也是比较聚拢的 冬天是吧 穿了这一层秋衣 就不用什么穿一层 再衣再穿一层保暖 再穿一层打底衫再穿一层毛衣就很麻烦 就其实南方的小伙伴 穿不到特别厚的那种秋衣的话 但这种真的可以多买几件囤起来换一穿 然后说完秋衣呢 正好给它配一身 把秋裤也说了吧 然后我们就过渡到下装环 秋裤呢就是等等这一条 它其实也不算一个完全的秋裤了 也可以当做一个打底裤来穿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这样脸角的款式 然后这个因为是黑色的嘛 就在我家真的是不能放 一放就全是猫毛 但是这个打底裤的质感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买到手的时候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那种 首先说这个腰部的设计吧 就是这个真的是我唯一一条 就是这个保暖裤上还带着一个这种 像腰疯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一圈 就是在你的腰部可以起到 一个很好的这个支撑的作用 就不会平时这样坐呀或者蹲呀 就它可能就 打底裤就很容易往外卷边 你们应该都懂什么意思吧 然后有了这个支撑的这个软骨条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很好的支撑在这 而且还会对你的腰有一个 很好的保护的效果 在你的这个腹部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这种蜂窝式的 这种网洞的设计 就很好的那种暖宫郁寒的效果 而且它这个高腰有15厘米 它后面的这个臀部 也有一个往上提臀的这么一个小的设计 就是穿上之后 反正就是整个穿上之后曲线特别好 这个打底裤它整个材质是高丝棉的材质 是会有一点点压力的这种 有一点压力的话就更显瘦一点吧 而且这个天丝棉的还不容易祈求 它有很多厚度可以选 像我手里拿这个黑色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薄一点的 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厚的 就是像北方或者东北的小朋友 就可以选这种比较厚一点的厚度 厚一点呢 它里面的绒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都是短绒的 这种摸上去的手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像这种短绒 我觉得穿上去既饱暖 然后又不会显得太臃肿 我选的这几条都是这种脸角的款式 你们也可以选择那种踩脚的款式 总之这个打底裤 还有刚才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秋衣 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买吧 老刘人格保证绝对是好品 今天要分享这个下装也挺多的 真是各种精彩 首先给你们分享一条 我最近最经常穿的裤子 就是穿这一条 这条裤子哇 真的是绝了 我穿这条裤子出去 谁见了我 谁都说我是不是最近瘦了 其实真的没有 是这条裤子真的无比巨显腿细 我后来想了想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因为 它前面的这个竖条纹的设计 再加上这个裤子 它本身是有一定后骨的 就不是那种很软啪啪 很贴腿的那种 所以它整个修饰的你的腿型 真的是特别好 特别又细又直 然后整个裤子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复古的 它前面是两个这种树叉的口袋 然后后面也是两个树叉的口袋 我经常就是用这个裤子 搭配我现在身上的这个上衣 因为它俩也是一家店的 它风格上也很统俗 这个裤子下面这儿 还有一个小开叉 而且它这个裤长 穿在我身上也是非常合适 如果你跟我的身材比较像的话 就这个真的强烈安定你们试试 但是呢 它有个小小缺点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说一下 老刘也是那种实在人 是吧 有什么缺点 什么也不会跟你们藏着掖着的 它的缺点就是 它腰的这个地方设计的比较松 所以它有可能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吧 我是很能接受的 总之这条裤子我也是太喜欢了 然后再跟你们说一件半裙 这个半裙是吧 可能也会让你们化的那种 这个格子的半裙 你们猜它多少钱 它才20多块钱 是在拼多多上面买的一件 而且这一件呢 不是我买的 是我小助理买的 它穿的太大了 然后就给我穿 我发现我穿正好 然后就正好就给我了 就真的是品质很好 就是这个面料啊什么的 就真的完全不像20多块钱 能买到的一件半裙 而且它的配色嘛 是这种黑色 冬色和米白色 这么一个小格纹的一个配色 配色也是非常秋冬 穿完身搭一些那种米色的毛衣 我觉得就挺好看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搭配的这一身 因为它质量太好了 所以我小助理 又买了一条黑白格纹的 这个同款 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个色系吧 黑白色就比较好 搭配一些彩色的上衣 就看起来更青春活泼一点 它这个面料呢 有一点点像那种泥子的 反正是有一点厚度的 它里面是有一个内衬 而且它这个内衬 是一个短裤样式的 所以也不用怕走光 所以我觉得20多块钱 买到一个这样的版型 然后也没有什么线头 什么之类的 走线也都特别整齐 我觉得真的是太超值了吧 有没有很麻烦 最下一件呢 也是我对你穿的次数很多的 就是我买到之后 几乎每天都在穿的一件 就是这一件运动裤 我选的这个是一个M号的 这个尺码 穿在我上其实有点大 但是我当时就比较懒得换了 而且也没有大太多 如果你跟我身材比较像的话 你可以选S号就可以 或者就是只要你不是太胖 我觉得选S的都可以 这个M号的真的还挺肥的 这个裤子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就是一个纯棉裤子嘛 然后整个裤型 也是比较有型的那种 我觉得也是很有质感的 一条运动裤 它裤脚呢 是一个这个松紧的设计 可以调节 整个穿上是那种比较 街头比较嘻哈那种感觉的 后面还有两个口袋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大口袋 就是也是那种 小兜一穿谁都不爱那种 而且因为它这个裤子比较肥 我觉得在冬天 天气特别冷的时候 也很好往里面套一些 大体裤子里 这个裤子好像也就 一百多块钱吧 也不算很贵 我觉得品质真的好 最下一个裤子呢 是最近被一个 国主种草的一件 就是登登这一个 米白色的裤子 我最近真的很想 买一条白裤子 然后我就买了很多 发现穿上都不是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或者就是穿上 都不是很显瘦 所以就直到我预见的 它这条裤子 真的是除了贵之外 没毛病 这个裤子竟然要 三百多块钱 将近四百块钱的价格 就是从裤型上 还有你刚拿的手 它的质感上来说 确实也挺好 我还没有洗过 所以我这个吊牌 我都快没机会捡了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 它洗过之后会被变形 如果你们想知道 这个裤子到底 也就是它洗过之后 能穿多久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等我后续反馈 但是从这个裤子本身来说 真的是没毛病 这个裤型我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它这个调色也很高级 就是那种 有点浅咔浅性色的那种 米白色 我刚好像说了三个颜色 反正就浅米色那种感觉吧 就是真的很高级 穿上整个版型也特别合身 然后这个腰的设计 哪都特别舒服感觉 这个裤子就真的很有一种魔力 就是用它去搭配 其他的衣服 就会觉得 你这事搭配好像更有质感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预算的话 也可以买它试试 另外呢 如果你觉得这件裤子太贵 我给你们找了个平T 厉不厉害 裤子又是平T 这件呢是优衣裤的一件 就是也是我瞎逛瞎逛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条裤子 然后我买回来了之后 上一次穿搭完了 给大家贴链接的时候 去官网上 一看发现 它是一条男裤竟然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松紧腰的设计 所以我当时也并没有 带一摊什么男裤女裤 而且穿上了之后 这个裤长真的还挺合适的 然后这个 价格也挺合适的 然后也没有觉得说 当这个地方就特别奇怪 这个价格才149 那个价格要将近400块钱 你说是便宜多少钱 这个才100出头 是不是瞬间觉得 这个裤子很值 这两个裤子呢 从材质和风格上来说 是比较接近的 我忘了这个裤子 有没有那种浅米色的 反正这个裤子呢 就是感觉比较秋冬 比较日系感觉的一条裤子 这个裤子跟刚才那条 白色裤子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腰裤的设计 它因为是一个松紧样 所以对你的这个腰臀的 包裹性不是特别好 就看起来不如 刚才那条裤子 细节的地方更显好吧 它毕竟是吧 价格给估计那么多呢 两倍都不值了 反正这个裤子 我穿上感觉也还挺满意的 就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OK 下床也说完了 我们进入外套 外套呢 首先第一件说一件大衣 其他的外套好像都偏薄一点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想 趁活动的时候 买一些什么大衣容服 棉服这种比较大的单品 然后这个大衣呢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它穿上也是那种温柔气质 小姐姐风 因为它跟那个第一个 我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白色打底衫 是一家店铺的 这个大衣呢 它整个的材质 感觉是比较偏薄的 我觉得可能北方的小朋友 到最冷的那几天 可能就穿不了了 就得穿羽绒服之类的了 但是其他时候穿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是会有一点点重量感 它这个面料呢 也是非常细腻的这种 再加上它这个奶白色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 就是奶奶的 很温柔的 而且能感觉到 它这个面料是 很不容易起褶的这种 然后它这个肩膀的 穿在我身上 是一个卡件的设计 所以也不会显胖啊什么之类的 就穿上非常合身 非常利索 很显好的一件大衣 而且这个大衣穿上之后 在我膝盖格格的位置 我觉得是不怎么挑身高 也不怎么挑身材 就高爱胖瘦 都可以尝试的一件 这件大衣外面是这种奶白色 它里面也挺好看的 是这种粉色 红色的这种小格纹 它前面这一台扣子的设计 也很特别 就是一圈金色的 然后前面是这种奶奶的 这种有点半透明式的这种扣子 如果你喜欢这种 温柔怪怪一只性小姐姐疯的话 我觉得上班上学都可以穿 就是整个款式是很大方的一件 总之这一件我也特别推荐 再来再说一件 我最近看小龙叔 被疯狂种草的一件封衣吧 就是这一件 其实我觉得现在买封衣 真的是大可不必 尤其是像在北方 所以也穿不了几天了 这个封衣呢 我就是当时真的是看一些 我主拍的图片 被疯狂种草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是比较简约 但是简台又很利落 很干练的那种 就是比较大女人风格的一件封衣 这个封衣 我当时看它这个详情页里面 它是有加入羊毛的 所以它也不算是特别薄的那种封衣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它是值这个价格 是挺显好的 就是挺有质感的一件 无论是它这个里面 还是外面 还有它穿上的感觉 我都很喜欢 尤其它的袖子嘛 是一个那种扩型的袖子 我觉得是很好在里面 套一些内搭来穿的 但是呢 我不太推荐给上半身 比较壮的梅子来穿 就是因为它袖子是破型的 所以就整个会加宽 你上半身的这个宽度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件封衣 真的还挺有质的 再下一件呢 是真的 是一个这样子的皮西装 这个我觉得 还是可以再穿一段时间的 我今年就一直很想买一件 这种皮的小西装外套 然后我就看了很久 我就买了这件冬色的 然后买到手了之后 我觉得它没有 我想象中那么好搭配 我每次搭配完了之后 我就会觉得身上的颜色 有点太浓重了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它 因为它整个的版型 也是很扩的 这种很立体的版型 而且从它的价格上来 是只要200多块钱 这个版型 还有这个做工 拿到手的质感来说 真的也很值 200多块钱的价格 反正它整个的感觉 就还挺复古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这一点我也挺推荐的 最后一件也是优衣裤的 是一个优衣裤的牛仔外套 对这个外套呢 哇 真的是我当时就是 一眼为止就看上了 我就买回来了之后发现 哇 它原来是今年的热门款 原来那么多薄手都穿过 我就是没有怎么太注意过 直到我在店里看见它 我也就被它吸引了 这也是今年U系列的一件男装 我就是说我今年 买了很多优衣裤的男装 我觉得穿在我身上 也非常合适 而且我穿的还不是最小码 我穿的是M码的 就是整个看上去 会更宽松一点 我就比较喜欢 稍微偏大一点的外套 然后它主要的设计 就是上下有两个这样的口袋 穿上了之后 也是一个直筒的版型 我觉得是比较显瘦的 而且比较好搭配 我选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浅蓝色的 就感觉更清晰一点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口袋 还挺大的 就是你既可以这样穿 也可以从侧面这样穿 它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它这个袖子的地方 设计的很特别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非常有细节 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这点我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好介绍的 就是一搜是吧 也能看见一大区一搭配 之后呢 跟大家说一些鞋和小配饰 是吧 从头到脚都给你安排好 先说鞋吧 因为鞋就一双 我买其他鞋都没有发过 不知道为什么 是想等双十一之后 加上收到吗 最近买的收到的一双鞋 就是这一双 这个鞋我觉得也比较火吧 就是耐克空军一号的这个鞋型 就也是挺好搭配的一双鞋 而且真的没有显脚大 我选的这双是38号半的 穿的我讲是正不合适 如果你们没有试过 或者没有买过的话 这双鞋它穿上会有一点点重 我觉得最好大家可以 先去店里试一下 感受一下 然后这双我就还挺喜欢的 比较简约 然后价格也不过 就几百块钱 当天穿打底衫比较多嘛 尤其是穿一些高领的打底衫 我觉得就很需要一些 这种项链这个配饰来 是吧 缓解一下我们这种 脸大脖粗的困扰 我觉得两个 首先一个是这个 这个我之前有在老地方 跟你们分享过 这个我挺喜欢 它前面是也是可以选字母的 它后面这个是一个摩斯密码 对应的是你前面的这个字母 看上去是一个圆片 但是它是有一定厚度的这种 然后做工也蛮精致的 这个它是一个银镀金的材质 就是还挺有质感的 非常非常百搭 而且非常显好的一件 而且这个品牌呢 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可以一旧换新 如果你是那种 极度喜新厌旧的朋友 就是它是给一定服务费 就可以换一个 其他的新的款式带 所以就还挺好的 就算你不换是吧 我觉得这个价格 买到这个项链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一件 也是一个品牌的项链 这下一个项链呢 是被一个博主种草的 我真的太美了 我可选字母的 我选的是一个L 它上面是有很多这种 不同颜色的小宝石 组成的一个小项链 然后也挺亮的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我选的这些项链 都是这种金色配色的 我觉得这种 也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带 它有几个这个口可以调节 也可以带的紧一点 可以带的松一点 然后像这个的价格 就会有一点小贵了 它好像是500多块钱呢 我记得我买的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 这两个是吧 虽然一个贵点 一个便宜点 但是都挺有排量的 想要比较简约的感觉的话 就可以带那个项链 如果你想要更有层次感一点 小丝巾也得必备起来 这个是我最近买的一条 是这种黑白则纹的 感觉也是比较复古的 一个小方巾 它就是这种长条型的 然后也是那种 很不容易皱纹 因为我之前都是这样 随意的就团在那 但是你看打开 就还是挺平整的一块 一个丝巾多种技法 入股不亏 终于到了最后两个 我觉得这个视频 可能也得挺长 虽然我觉得 我已经尽量不说废话了 就是我最近买到两个法家 也都挺便宜的 就是十几二十块钱 不知道他们双十一的活动是什么 如果可以凑快链满简的话 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 然后他们家这个法家 也都还挺有质感的 一个是这个塑料 这个是一个塑料的 然后这个它是一个底叶的 这是金属的这种 然后如果你头发比较少的话 像我这样 头发比较少 其实这个就加上去刚刚好 这个就是空间更大 就头发比较多的话 因为这个会很合适 他们家还有很多 其他很好看的 这种法夹的款式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推荐 OK 本期内容到时候结束了 以上这些所有单品的链接呢 我都会整理 发布在老地方 你们应该知道去哪看吧 我真的说完的时候 口干舌道 真的是从白天 说到了太阳下山 看在老刘这么辛苦的份上 能不能点无关注带走 是不是 下一期呢 给大家分享 保密吧 反正双十一之前 还有挺多专题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爱你